哈喽大家好,我是薇薇 接着上一期的分享 这期我同样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天津大学的留学生 来分享他们的留学经历 他们分别来自建筑学院和管理与经济学部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尔轩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是20-22年的天津大学国际宣传大使 也是21-22年的天津大学马来西亚留学生会主席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希望我接下来的回答能给同学们带来更多的资讯 并让大家更加了解在天津大学留学的一些真实情况 我现在就读于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四年级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静勇,今年20岁 现在是天津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一的学生 为什么选择到天津大学留学 我是从一个教育长认识了天津大学 当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向专业 因此在我了解到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 口碑非常好 在中国国内排名数一数二 除了拥有非常雄厚的师资 也有非常丰富的教育资源 因此我最终决定到天津大学就读 主要是因为我高三毕业之后 我就想要到海外去深造 那我当初的首选国家就是中国 我得知我的母校巴西中华独众 跟海外的几所大学都有合作 那其中就包括了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那时候有提供丰富的奖学金 给海外的留学生 所以我当下就请我的校长 带亲校长帮忙写了一封推荐信 然后也很幸运的我最终被天大所录取 然后也顺利就读到我想要的科系 为什么选择就读这个专业 我从小就对建筑感兴趣 因此在申请过程中 专业的选择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难题 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对电脑这方面都比较有兴趣 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的工作的一个方向 是在管理这个领域 所以我最终就选择了这两个 我比较有兴趣的一个领域 然后来结合的一个专业 就是信息管理跟信息系统 为什么选择在天津大学就读这个专业 建筑学是天津大学的网牌专业之一 曾经培育出许多杰出校友 除了超高的教育质量 天津大学校训实施求是 因此非常注重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也是我选择天津大学 建筑学专业的原因之一 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天津大学 它跟国内就是中国里面的一些企业 都有合作 这样子未来的话 我们需要去实习还是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到那边去做一个实习的工作 然后我觉得这样对我们是比较有优势的 你的专业是以什么语言上课 有什么好处 我们是中文授课 但是我们的设计课比较特殊 设计课是由一名指导老师带领几位同学 进行建筑设计的课程 那指导老师通常也会非常体谅 留学生可能没有办法以中文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会在课堂交流或者课堂组结汇报的时候 允许我们使用部分的英文 那除此之外 其实在五年的设计课当中 我们也有机会被外国的教授指导 像我在大三的一年当中 就是被一名西班牙老师指导 跟着他做了一年的设计 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使用英文交流的 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 中英文切换会有点困难 或者可能不是很习惯 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让我们同时接触中文和英文的专业术语 能够有利于我们在做一些文献查阅 或者案例参考的时候 不会被语言所限制 那信息管理跟信息系统 是主要以中文授课 那中文为主 英文为辅 那在有时在敲代码的时候 都会用到英文 所以英文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用中文授课的话 它的一定的优势就是 我们不会有沟通上的障碍咯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清楚了解到 教授还要表达的东西啦 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优势 网课对这个专业有什么影响 我是大二下学期才经历了疫情 因此在大二下学期才经历了网课 所以我的网课经历都是课程直播 那无可否认课程直播的方式 其实会让我们建筑学专业的学生 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实地的现场调研 也没有办法利用学校的资源去做实体手工模型 但是这同时也促进了同学们的电子建模 还有电子绘图能力 让我们在这些能力中有所提高 在其他课程当中 许多线下需要以逼卷考试的方式进行的课程 也都转换成为线上开卷考试 或者解课论文的方式进行最终考核 学校对这个方面也做了非常独善的安排 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学分 那网课对我这门专业 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大影响 可能我们还是大一的学生 这样子大一主要的话就是大类的基础课程 就是不会到很深入 然后的话也不会要到现场去做一些实验 实际操作之类的 所以对我来讲 现在网课还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只是在考试方面 可能网上考试 你们就要先准备一些设备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话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这个专业未来就业前景的了解 建筑学的就业前景非常广 除了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 在毕业以后我们也能到效果图公司去工作 或者到设计公司成为一名绘图师 由于建筑的设计本来就是一个综合多项技能和知识的事情 那我们在课程中需要学习到的包括设计 建模 渗转软以及绘图汇报这些工作 每一个技能单拎出来都能有自己的出路 甚至我有了解过一些建筑学背景的前辈 他们成功把自己的建筑学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其他行业领域 并打出了自己一片天地 因此我相信只要大家有兴趣并且一直坚持到底 我个人认为我这门专业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是蛮不错的 因为它涉及的领域比较广 然后所以选择会比较多 像系统的分析员啊 然后网络的建设啊 甚至是一些系统的管理员 这些等等都是我们这个专业可以去从事的工作 给想到天津大学留学的学弟妹们的建议与鼓励 天津大学的教育质量毋庸置疑 那我需要补充的就是在天大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都非常友善 我们在天大的学习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 老师和同学们都会非常热情 并且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 对于学弟学妹的一些建议就是 大家在申请的过程中 如果你们对于自己的专业有不了解 或者正在纠结的时候 那你们可以去多看看一些资料 关于这个专业它具体学的是什么东西 具体工作以后他们具体的岗位是什么 那通过这一些调查 我相信同学们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意向专业 而如果同学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向专业 我来说它是一所很不错的一间学校 它除了提供很丰富的海外奖学金给我们自己的留学生 那也即使在疫情当下也蛮照顾我们的 就不会有所忽略到我们之类的 所以的话如果学弟妹们想要加入天津大学 非常欢迎你们马上报读 好谢谢